角兔有三窟 学会有三窟吗 新的一年到来 我心内心很开心 因为目前世界的疫情 也暂暂的趋缓了 然后百业也开始慢慢的复苏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早日的步上正轨 然后能够安居乐业 因此我还是会很努力的 经营所谓的角兔三窟 那先跟大家介绍 我经营很久的第一窟 那就是在中华无尽邓文化学会 那这个地方 其实是修福会的宝地 因为在这里可以跟唐老师 学习他所擅长的古典传统经教 然后老师又善于详述其中的义礼 让我们可以深入去了解古人的智慧 从中去做一个很好的学习 在一楼的值班执事方面 我也参与了许多年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学以致用的好地方 因为你常常可以面对一些 来造访师长的宾客 然后甚至说有附近的邻居 他们也可能会来询问 学会的一个性质 那我可以借由这份职事 来跟他们介绍 中华无尽邓文化学会的一个理念 跟目标 让他们认识学会 那将来有机会 也可以引导他们来共学 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的第三窟 那这第三窟是 我们中华无尽邓文化学会 在东市有一处 实在的无毒农场 一开始其实它的土壤是贫瘠的 但是经过我们学会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包括了师姑师伯 在农地的地方下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培养一些有机的酵素 来施作灌溉 渐渐地改善了这个土壤的体质 那这个过程 其实它需要很多方面的串联 比如说在生产端的部分 有很多师姑师伯 他们在东市这个食灾农园 然后付出很多的心力 然后接着呢 又运送端的部分 有很不辞辛劳的师长们 也是一大早就开车 到达农场这个目的地 去把当天早上采收的座物 做一番整理 然后快速地配送到台北这边 学会总部 这个行销末端的义工人员 然后大家投入 把这些新鲜送达的蔬果 做一个整理 然后美美地上架 让附近的居民看到的 都想要赶快来采买 这是大家一起合作 而能够完成的一个事业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我很佩服唐老师当初的决定跟毅力 祝大家新年多吉祥 善行多如意 我的新年计划就像我在学会服务 经常会接触到学会许多节目制作 我们的节目都集中放在几个网站 有实在实在网路教育学院的官网 还有脸书的专属页面 另外还有中华无尽灯文化学会的会刊 可以在联融网上学的网页上面 看到历年来所有刊物 这两个网站都是我认为不错的 狡兔窟 可以待在里面看很多节目 也可以读不少好文章 另外就是每天在实在实在网路教育学院的 线上群组和脸书上 都会固定发送唐于林老师的唐家言 一天读一句幸福不花钱 每日唐家言 可以当作自己生活的指导 也可以发送给亲朋好友分享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精神良食 祝大家兔年不无聊 精彩的图文辅助 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而唐老师最擅长的就是用表格来解说经典 我也从中获得许多人生的启发 在课程上学到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我的生活上 以及和家人孩子的相处方面 实在实在的课程还有很多 像是中庸大学校经等等 都可以在YouTube的网路平台上搜寻得到 欢迎大家都来这个窟一起窝着学习更温暖 我自己的角凸智慧库就是听唐老师的陪你读论语讲要 以前自己读论语的时候很多都读不明白 看了很多相关的书籍也弄不明白 但是经过唐老师的讲解之后 我就真正感觉到 论语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典 唐老师每一集的讲解长度 大概是8到10分钟 我可以在实在实在的官网上点播 大陆的朋友也可以在维新的实在实在公众网 或者是喜马拉雅上平台收听来看 另外我还喜欢跟孩子一起听 实在故事同心格 每个周六都会更新 可以在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实在实在的官方网站 YouTube上收听 或者搜寻引擎上输入同心格 就可以找到实在故事同心格的节目 现在已经有超过100则故事 可以收听 非常推荐大家动动手指头 滑滑平板或手机 一起来收听 祝大家兔年越学越开心 越学越收获满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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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